三号跟他前男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 他前男友说他有病 什么病 你问他呀 问我我哪知道呢 你男朋友说你那种不好的 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小公主病 公主病 你有吗 我有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一点小公主病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父母手中的小公主 这个我以前 以前一个女朋友吧 可能跟他差不多 也就是有这个病 但是我觉得 你没治好 不是 治好了 治好了 他治好了 那在这里我要问男嘉宾点个赞 你前男友最受不了你的是哪一点 他受不了 我原来可能就是因为 我就是非常希望 我的另一半拥有他自己的事业 而不是说去替人家老公上班 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白手起家 在武汉来了二十多年 然后全部都是在自己创业 所以我很希望我自己的另一半能够像这个样子 像我父亲一样 因为 你看三号可能 其实他前男友说他有公主病 他心里是有委屈的 不是 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想到我父母就 不容易 我 其实我看出来 他前男友也许也是 可能你平时给他了压力 他可能觉得自己承受不了 因为可能因为我上一段 可能年纪小嘛 我总是觉得 你应该为我做什么 我就应该享受着 但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现在的话可能年纪大了一点吧 然后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 按部就班慢慢的来 钱是慢慢赚的 人是可以一步一步往上面爬的 在事业上面 其实我还要说的一点 就是说 我刚毕业来年是800 800一个月 我在深圳一个月找不到工作 其实说这段经历 是说我没有人能体会到的 现在我基本上是差不多 也是一种任性吧 我回去上班的话 我月薪都可以拿到 一万多 但是我给自己一年时间 说不定我明年又 再打工 再打工吧 你看看 搞得我们小伙子说 这个他也想哭了 好好转过来跟帮主聊 刚才林采空有一点 让我很感动啊 就是我们说到 三号有公主病 让他去问的时候 他死活那个你有病三个字 他说不出来 这说明这个人特别的善良 这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贵的品质 作为女孩呢 很多二世出头的女孩 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霸道总裁梦 我觉得这个霸道总裁 这个梦想要落地 落地到我们这个男 男嘉宾身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靠谱小老板 人也很成熟了 然后又有一个稳定的创业的项目 又有一个对待女嘉宾 一个很宽容很善良的心 我建议你要更加的果敢一点 那就更完美了 刚才鞭子跟我们这个小林聊天的时候 我一直看到小伙子在抹眼泪 我知道为什么 他才说到工作的时候 拿八百块钱 后来拿到了一万多 不容易 这期间绝对绝对不容易 我觉得小伙子身上有一股韧劲 他已经练就了这种绕纸柔 他不是那种很刚性的人 容易折断 他现在创业 只是为了把自己拔得更高一些 失败了怎么办 他说大不了再回去打工就完了 所以说 跟我们这种小伙子牵手 一定是非常非常靠谱 很成熟的一个大男孩 好了 这是林采峰来到了终极选择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两朵桃花 为你盛开 谢谢 刘灯的分别是 8号和13号女生 我们把 二位女嘉宾的基本资料分别公布一下 先看看8号的资料 刘秀秀 26岁 1米66 私企的会计 年收入7万左右 13号 周云霜 23岁 1米63 私营业主 年收入15万左右 8号和13号 二位女生 你们分别有 30秒钟的时间 向男生 推荐一下自己 8号先说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你 从一个上班读 又出来创业 甚至做好了 如果创业失败 再回去上班的这种准备 这种心态让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有男人味的男人 希望你可以考虑我 谢谢 13号 因为我也是自己做私营业主的 然后自己也是自己创业 然后我很理解创业的不容易 所以其实我留灯之下 支持你一下 如果说在座的各位 各位女性没有看到你的优点的话 不应该就是让你这样 就这样安待的霓裳 其实这个是不符合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如果你对男生不满意的话 你大可不必同情他 完全可以选择灭灯 好吧 你现在就可以灭掉 真正给你留灯的是 八号女嘉宾 明白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这么几个选择 第一 直接牵手八号 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 坚持向你的 桃花意义中人表白 第三 换一位你觉得更加适合的女生 去表白 第四 你可以放弃所有的权利 你告诉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八号 一天牵手 对 yes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把花环套在八号的头上 把它领到舞台中央来 去吧 爱你 我只是爱你 Just tell me please 你许不愿意 Don't tell me I can't I can't lie